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 在A裡面的關鍵影格跟五大動畫要素 那關鍵影格的話英文叫做keyframe keyframe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哪裡呢 這邊 如果我今天這個我要移動 甚至要旋轉 要做大小的縮放 這些都是屬於 基本的動畫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你點到它任一個圖層 原則上我們下面這個是當背景吧 所以我們就不動它 如果你趴 不小心動畫 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這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我們點到第一個 或第二個都沒有關係 點到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 按一下打開 再按一下打開 有沒有看到五個 就是這五個 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 變形金剛的英文是什麼 蛤 上課不能問變形金剛的 你們平常在用Photoshop如果要做變形 請問你會按快速鍵哪一個 Ctrl加什麼 ST的T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特別 問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 在這邊 變形金剛的英文 這樣有很 白話嗎 有沒有看到什麼 名字了 是不是叫Transformer 因為它是當成嘛 所以我們變形的英文叫Transform 所以 為什麼各位都是按Ctrl加T 了解了吧 你用這樣計快速鍵 可能比較不會忘記 因為你知道它是為什麼 那我們回到這邊 AE裡面的 這幾個 你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它用這個名字了吧 變形包包什麼 大小改變位置 旋轉 透明度都算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五大的 動畫要素 也就是 AE裡面 每一個圖層都會有這幾個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大家比較少用到的 Anchor Point 中文觀眾矛點 但是呢 這個你可能比較難理解 我等一下再介紹 我先介紹下面的 Position 我們稱作什麼 位置上的改變 這個是位 位置上的改變 Scale 是縮放 是縮放 再來 Rotation 是旋轉 各位記不記得你們學什麼 學數學的時候 半徑用哪一個 英文代替 R對不對 Rideous 對啊 那這邊是旋轉 最後就是這個 Opacity Opacity 我們稱作 透明度 透明度 所以 可不可以做單獨戰錯的效果 可以啊 所以你看 位置 旋轉 旋轉 縮放 再加上 透明度 透明度 那麼這個地方呢 跟我們Photoshop裡面有一個地方很像 什麼地方很像 在這裡 我們的塗層面板 各位 你有沒有記得 我們Photoshop的塗層面板 上面是不是有比較不透明度 我們在電腦裡面會用到的透明度有兩個 兩個英文字 一個呢 就是這個 叫做 Opacity 剛剛你看到的 Opa City 那麼我們在Fullshare已經用到的 如果你看英文版的 它叫 Transpanence P-A-N-S P-A-R E-N 如果是名詞是CY 那如果是 形容詞就是T Transpanence 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呢 以後 我們在用AE的快速鍵 也就是這五個 你平常都是這樣 要一個一個打開對不對 可是呢 其實我們是有快速鍵可以用的 這個快速鍵 你剛開始可以不用記 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塗層很少 所以你會覺得還蠻好找的 但是以後慢慢的 我們塗層比較多之後 你就可以用快速鍵 它的快速鍵 基本上 都是前面第一個字 所以如果你要叫位置 你就按一個P 就會把 關鍵一個 移動的這個部分 找出來 你看我按下P 有沒有只有P 只留這個 我按下A 只留這個 按下S 按下R 是不是都有 但是只有一個沒有 透明度 透明度的話呢 是什麼 剛剛雖然說 他在這裡叫Opacity 好像按O嘛 但是沒有用 你要按鍵盤這樣 ST的T T 有沒有只留透明度 就是這個快速鍵跟別人不一樣 那為什麼叫T 就是叫Transpanence 這樣了解了 所以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的快速鍵大概是像這樣子 你以後 你以後 常常用 就稍微記一下 整個的操作會比較快 好 現在呢 因為他不會看清楚 所以我還是 用 點選的 首先如果你想要讓他 有位影的 就這個 對了 補充一下 剛剛說這個還沒有講對不對 這叫做 矛點 你想一下 你們在佛教堂也有這樣的概念喔 在哪裡 比如說這一張 如果我想這一張 說放 T 各位 你除了看到外面的八個點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這裡面好像 欸 這裡沒有看到 中間 我記得會有一個 中間不是會有一個十字嗎 那個是變形的中間點 對我們的 Anchor Point的矛點就是指這個 這個變形中間點 為什麼會 有影響 各位 請問你 如果我變形中間點在正中間的話 代表我這張圖片是這樣子轉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矛點 是在哪裡 是在這裡 我怎麼轉 以他為方 這個 我是不是這樣子轉 不一樣 所以 矛點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動畫 會 你看我們 點到他之後 除了 這八個點以外 有沒有中間有這個 這個就是 Anchor Point 這樣了解了嗎 而且他可以 做動畫 也就是 你今天在這裡 我可以移動到別的地方 這中間的過程 也可以變成動畫 但是這個 一般來講 我是比較少用到 我們主要用到 還是以下那四個居多 但是呢 他是可以做動畫 這樣理解了 好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想做動畫 來 我們到這裡來 我想做為你的動畫 你第一件事情 不是馬上按馬表 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決定時間軸 你看我們右手邊 也有那個時間軸的質量 沒有人規定 動畫一定要從頭開始做吧 可不可以先停留一段時間 再做動畫 可以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時間軸 要先決定好 剛開始大家在用的時候 因為你以前 做2D的時候 沒有時間軸 所以你就是 直接就做了 可是呢 當我們要做動畫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時間 走的位置 好假設我是在這裡 我先 我上面你可以滑鼠滾輪 滾輪就可以縮小 假設我一開始在外面好了 我先把他拉到外面來 各位 留意一下 當我沒有按下這邊 馬表的時候 我所做的任何改變 就是 只單純改變他的 位置 旋轉 縮掛 這樣 並沒有產生動畫 可是當我按下馬表之後 他就會產生動畫 這樣了解 好 你看我拉到 我們的場景的外面 有沒有 外面就會不見 他只擺我的外框 表示說 你已經跑到外面去囉 那如果我想要這樣 丟進來 對不對 拉進來的話 我就先把 起點先決定在這邊 這個時候 我按下我的馬表 各位注意看一下囉 這個地方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這裡不一樣 還有哪裡不一樣 右手邊有沒有多一波 看見影殼 預設在我們A裡面 他的關鍵影殼就是 菱形的 但是你以後會碰到 除了菱形外 還有其他類型喔 菱形的是比較 預設標準的 好 這樣有了 我現在把時間軸拉動 只要你馬表開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馬表開了 他就是處於在 設定動畫的狀態 因此呢 你不用再開關了 除非你不要動畫 好 假設我兩秒鐘或三秒鐘 我希望他進來 我就按著他 往裡面一拉 當你在有按馬表狀態下 只要狀態有改變 有沒有自動產生 關鍵一個 對不對 而且因為我們是做位移 他會把這個路徑 馬上顯示給你看 所以你用位移的話 看得比較清楚 你的動畫的 一個方向 跟什麼 結構 那這樣就有囉 你只要他動時間軸 我們就可以看看 是不是真的會動了 這樣這樣就會動了 好 那如果你還要加上旋轉 縮棒 都可以 因為他每個屬性都是獨立的 每個屬性都獨立的 因此我想要先移動出來之後 想要讓他旋轉 好 我們就在這邊 在這裡 我就把 旋轉轉回循 看一下時間軸 不見得一開始就要旋轉 我也可以先停一段時間 到這裡 好 準備從這裡開始旋轉 按下旋轉的馬表 有沒有發現前面是空空的 因為沒有關鍵一個 所以他就不會動 好 那我往後退 往後退 好 到這裡的時候 我想要轉一圈 那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剛剛移動的話 他是 S軸跟Y軸 有沒有看到後面的 參數是S軸跟Y軸 旋轉 是不是角度的問題 所以 後面這邊 就是角度 前面是幾圈 因此各位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轉的是整數圈 不要那麼辛苦 在這裡轉 這樣很累 直接點前面 假設我要轉一圈 我就按1 有沒有轉這一圈 那我們實際看一下囉 你看 我前面沒有 關鍵影格 我只要拉動一下 好 到這邊都還沒有轉 等到這裡之後 有沒有開始轉了 因為兩個關鍵影格之間 我們會產生所謂的 補肩動畫 也就是 關鍵影格很重要 他會決定我們的 動畫的方式 那兩個之間只要數字有改變 他就會產生動畫在中間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這個可能是 跟各位以前 你在使用 Photoshop 會拉吹的 比較不一樣的 其實說真的 你覺得Photoshop 可不可以做 影片剪接的工作 可以 Photoshop也有時間走喔 他的使用方式跟AE一樣 所以你現在這裡會的 恭喜各位 Photoshop你也會的 跟Atobe是相同的 那 如果你想要做彈錄彈珠 就一樣 透明度把它按下去 好我現在從這邊 一開始 透明度只有0到100 超過100 還是100 低於0還是0 所以我就把它 設定 那如果你覺得 喔用這樣打的 有點累 沒關係 你知道嗎 你可以移到上面來 有沒有變這樣 按拖翼 是不是可以用拖的 這樣也可以喔 就是你用拖翼的方式 按住 拖翼 我們本來是點下去就放開 那就會 直接用打的 可是你按住拖翼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直接調整數字 好 這上面也都一樣 角度啦 這些都一樣 那我現在就把 時間走往後退 最重要就是你要會搭配時間走 那如果你需要對齊 對得比較準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按住 這個按鍵 這樣有看到我按哪個按鍵了吧 你按住shift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磁鐵的那種效果 他會自動吸附到關鍵盒上面 按住shift 他會自動吸附上去 這樣子你在對的時候 會對得比較準 好 我們再看看喔 你看 透明度這裡我就變成100了喔 所以一開始 有沒有 不太清楚 然後慢慢的彈入了 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會的嗎 如果你要再說放就隨便你啦 反正 這些 動畫的要素 沒有人規定 全部都要做 現在是先讓大家 練習一下 好 練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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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